嗨!大家好!我是Alan 歡迎收看我的Vlog 今天我又要來不專業的開箱 今天又要來開箱咖啡濾杯了 這個咖啡濾杯神奇了 這個濾杯在日本咖啡的YouTube界 堪稱是最容易上手的濾杯 不需要太多的技巧 也不需要計太多的步驟 就能輕鬆完成一杯好喝的手沖咖啡 世界上真的有這麼神奇的東西嗎? 那我們就不賣關子啦 馬上介紹他出場 就是 這個Merida的濾杯 首先啊 我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牌子 我想有一些剛接觸手沖咖啡的人 包含我自己啦 對這個牌子應該也是很陌生 因為我們大部分接觸的都是哈利歐或卡里達 這個兩個比較大的廠牌 那對這個Merida比較陌生 那有對咖啡多一點接觸的朋友 可能認識這間公司出的電動咖啡機 而且這個牌子的logo啊 有沒有很像另外一間咖啡器材大廠 卡里達的logo 其實啊 這間Merida是成立於1908年的德國 比我們熟知的卡里達 還要早51年成立 這間德國公司 專門是出產濾紫咖啡過濾器 就是這種濾紫咖啡過濾器 跟咖啡機 那在1908年的時候啊 Merida Benz這個女士 發明了這個濾紫型的咖啡過濾器 並在同年就申請到了專利 而且成立了公司 所以就是我們熟知的這個Merida 那我們先打開來看看 這個濾杯的樣子吧 這個就是Merida的濾杯 它這濾杯啊 照看之下 就跟卡里達的長得一模一樣 它就是一個T型的濾杯 然後旁邊也是有很多深的肋骨 不過跟卡里達的濾杯還是有差異性 卡里達的濾杯咧 它在底部的部分 它是有三個濾孔 Merida這個濾杯 它其實只有一個孔 再來就是肋骨的排列方式 也不太相同 那其實呢 我手上拿的這個是 他們在1997年的時候 開發出來的 Aroma Filter 據說是可以將咖啡的香氣 提升出來的濾杯 它跟它的經典款 有一點差異性啊 就是在它的底部的部分 經典款的話 綠孔的話 是在這個底部的正中央 而且是跟底部同高 這一款的孔洞的話 其實是已經 偏離底部了 它的孔洞在這邊 肉孔在這邊 它已經偏離它的底部的中心了 而且啊 它的肉孔啊 其實是高於底部的 它的肉孔是在這邊 據他們公司官網上面解釋 就是這個些微的差異 就可以提升出咖啡的香氣 因為它這個 底部有多了一小節的空間 這邊的話就是可以 濾掉不需要的沉澱物 顆粒還有油脂 說得很像很神奇的樣子 不過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就知道了 前面說了這麼多阿里阿渣的歷史啊 還是沒有說到開頭我們所提到的 為什麼這個濾杯 會被日本的咖啡YouTuber們 推薦為最容易上手的濾杯 在他們公司 不管是官網啊 還是 和外面 都會有濾杯的推薦使用方式 這邊就有提到啊 這個濾杯在沖泡咖啡的時候 只要將濾紙放在濾杯內 咖啡粉倒入後 然後悶蒸30秒 這步驟都跟一般的差不多 然後重點來了 重點來就是在這裡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刻度 有1 這裡是1 紅色線以下也是1 這邊是2 1跟2 就是悶蒸完以後 你就直接將水倒滿 倒到這個2的標示以後 直接濾完 就完成了 夠簡單吧 真的不需要什麼技術 可是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神奇 我們 馬上就來泡一杯喝喝看吧 啊 對 順便 介紹一下他們家的濾紙 這個濾紙的話 是也是在1992年他們開發出來的 這個是使用 洗一下這個濾杯 好 待會見 好啦 現在就來開始 首先將 濾紙 折好 然後放到燒杯裡面 倒入30克的咖啡粉 首先的話 官網是推薦 在悶蒸的時候 就是先將水淹沒 咖啡粉就好 所以我大概是取 水分比大概是1比1的部分 所以我投入了30克的咖啡粉 所以我就先 沖 30克的水 來做悶蒸的動作 好 好 我們開始加水 直接加滿它 我官網推薦的 就是一直加水 加水 不階段 現在 就 等它滴完吧 好囉 結束囉 三分鐘左右 漏完 其實它沒有全部漏完 因為它有一點點在這個底部這邊 它的設計就是這樣 要把 一些不好的東西 過濾掉 好囉 我們等一下來試喝看看囉 沖泡完了 來到我們試喝時間了 那這杯是 剛才我們用這個 Aroma Feel 濾出來的咖啡 Aroma的意思就是香氣的意思 咖啡香氣的意思 那是不是真的比較香呢 一定要有比較 所以我這邊這杯是 折子濾杯 搭配蛋糕濾紙 所濾出來的咖啡 同樣的咖啡粉 同樣的粗細 一樣水溫都是90度 我聞一下味道 我聞一下味道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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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香氣真的有比較濃 用 用Merita濾杯 泡出來的咖啡 香氣真的是有比較濃 感覺起來啊 就是 它泡出來的香氣會比較飽滿 那 用 折子濾杯 搭配蛋糕紙 沖泡出來的咖啡 也有香氣 可是 感覺就是很單薄 就是薄薄的 淡淡的咖啡的香氣 不過我們還是要喝喝看啦 喝喝看 泡出來的 感覺如何 有差有差有差 真的有差喔 折子濾杯 搭配蛋糕濾紙 沖泡出來的咖啡 一開始入口的時候 酸味會先跑出來 然後慢慢的 苦味才 才跟著出來 而用 Merita 這個濾杯 沖泡出來的咖啡 喝起來很清爽 應該是說 很乾淨 味道上 味道來講 它是很濃厚的 很飽滿 濃厚的味道 那喝起來 品嘗起來以後的 口感的話 是清爽的 乾淨的 所以 好像真的有 這麼厲害的感覺 優點就是 好上手 像剛才看的 就是先 悶蒸30秒以後 然後 不管 就給它沖 就水就把它加滿 對 這邊有一 我一開始以為這是一杯兩杯 其實不是喔 它這邊寫一的量 其實是可以喝兩杯 剛才我看了一下 大概沖到滿的話 大概是400末的水 所以30克的粉 搭配400末的水 濾出來大概也大概 380-390 左右 我覺得啦 第一次使用完的感覺以後 其實有個想法 雖然官網或者是 那些日本的YouTuber介紹都說 這個是很容易 上手的 濾杯 其實有一個細節 我們沒有看到 就是 我們注水時候的速度 雖然這個濾杯啊 只有一個孔 可以調節它 過濾下來的 流水的速率 但是我們注水時的快跟慢 應該也是會影響到 這個整體的水量吧 不知道我這個疑問啊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然後可以跟我一起討論 在留言區留言告訴我 至於 這個 要不要做個實驗呢 等我使用多次以後 我再想想看 設計一個實驗 測試看看 我講的 想法 是不是 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注水的快跟慢 會影響 最後 過濾出來的水量 理論上應該是吧 對吧 沒有關係 我們下次再找時間來測試看看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 我就想想看還有什麼 一些 不專業的 咖啡實測 然後我們再拍成影片 跟大家分享 喜歡影片內容的話 歡迎給我一個讚 也歡迎觀看我們頻道的其他影片 並且 訂閱和分享 拜託大家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會不會 我們下次再見 會不會 看一下 可以 跟我們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